哈喽大家好我是dj韩宝 那这期给大家也是最近有朋友问我 就是有那个粉丝朋友问我 说我这个版权要不要卖给这些版权公司 或者说这种平台 我给各位这种新手的音乐人建议啊 就这时候这个视频我讲两个观点 第一个呢不要把你的这个版权 随意的卖给这些版权方 啊因为很可能 就包括为什么我一直在推这个 我一直推的这个Distrokey 这国际发行的平台 就这个平台是百分百版税的 就你你比如你赚了一个亿 那这个一个亿只需要扣除你每月的年费 年费每个月二百多人民币 那剩下钱都但这当然是这个举例啊 你很肯定赚了这么多的 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普通音乐人 但是你的版权是在你的手里的 大家知道版权在手里是很关键的 因为有的朋友就是说三四五四五千万年 然后可能那个大家都知道做音乐 就是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 就通过这也没有赚了很多的钱嘛 就只能说维持一下 那他想啊 那我一个音乐能卖六七千块钱 或者有的那个本公司给多点 给几万块钱 或者十多万也都有啊 然后说你卖 就你卖了以后呢 你发现了这本公司啊 他们现在就是说可能大家不太清楚啊 现在这个主要版权公司去赚钱的话 他们其实就是靠推歌嘛 就是抖音那种推歌啊 比如他拿了一个歌 他认识歌不错写的挺好啊 然后比较就短视频嘛 比较模型比较什么的话 然后他就找那种矩阵 推歌那种矩阵的账号 那种账号就一发 哎 这一发的话 可能他的收入 甚至看 比如说现在好像说排名第一的能 能达到 一个月二百万吧 这是最最多的一个月二百 这个人民币 啊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歌词 只是你四五千 而不是你百分之税 只是四五千卖掉以后 那你只有有署名权了 你就别的权都没有了 就这很重要 大家我觉得大家做音乐 现在说第二点 就大家做音乐 我认为啊 就是还是你喜欢的做这个音乐 你想表达你想表达的思想 或者内容 哎 你去做这个音乐 你去研究怎么去做 而不是说为了赚钱 除非了赚钱 那就做 为什么现在 咱就说啊 短视频平台说这个音乐 大家可能听觉得不怎么好听啊 尤其是以前啊 就那音乐根本没法听 就或者不好听 他为什么 他不是说那些制作人觉得他那种歌好听 是他觉得不好听 但是为什么 因为这种短视频平台就需要前几秒钟 抓住 一是抓住你 抓住你的眼睛 二是呢 哎 让你的听 听感 立刻要给你吸引过来 对吧 所以他必须要这种简单的模型的音乐啊 就拿了难听就难听了 那这个视频留住了 你别忘了视频后可能插上网杠呢 对吧 所以就是这个状况 所以我这个视频主要跟大家说什么呢 因为最近有一个这个粉丝朋友问我啊 一定要把你本权卖掉啊 这没有必要 你付出这么多努力 对吧 你还不能每天天天吃方便做的那种好的音乐 如果你真是有一个很不错的音乐 做的好的音乐 你几千块钱 几百块钱 几万块钱卖掉了 那真正等你发光的时候 你发现哎 我靠 这版权不是我呢 你只有一个署名权 那你这个别人怎么用你的音乐 那就是别人的事情了 你去追追追追究责任 根本就没法追究 因为你卖了 你签合同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就为什么 包括我 为什么让你推出 Distrokey平台 因为这个平台 它是就是说国外音乐人 普遍的小众音乐人 刚刚起步音乐人都用的平台 你只需要去 交每年的年费 早上转化成人民币 是每月二百六十七十块钱 你就可以在国际所有平台 Spotify YouTube Apple Music 国际上各个区域 包括你也可以在那个平台上 往网云发歌 这都是这个细则 我在讲 因为我马上要出一个 就是说 Distrokey的发现平台 2.0的系列教程 目前来说还是求上首发 因为我看在国内 大陆平台还没人做这个 那我在 我在首发 三年前首发 就让再做一套完整的视频 完整的讲 讲这个东西 大家可以去看 如果着急注册的话 可以去看我旧的视频 也有注册链接 包括我昨天动态 也发了一个注册链接 大家看到那个Spotify Spotify for Artists 针对于音乐的介绍 就是说音乐人的年度总结 跟网云一样 就是给你看看你的粉丝 哪个国家用不多 什么的乱七八糟 这些流量之类的 可以去看一下 随着人物一直推着用它 然后呢 我那个链接呢 是你等于说 我也跟官方申请了 你有这个链接 可以再享受8% 我记得8%的优惠 这是很合适的 大家可以都去对比一下 而且它这个不流氓 你知道吗 有的平台 比如说国内 咱就不说哪平台了 他独立音乐人 以前他们那个 独家音乐人 好像是什么那种音乐人 你只能在他这个平台发歌 但我推这个Distrokey 是没有关系的 Distrokey 第一百分万版税 第二你百分万版权 第三你只需交年费 第四它并不是说强制的首发平台 独家平台 你甚至你可以还在别的平台发 只要你不发乱了就行了 你只要在歌曲那个 就是音乐软件上不发乱了就行 比如说你说 我在Distrokey上发网云 我在网云上我也在发云 那肯定乱了 因为你发两个同样的歌 你只要确定 你在哪个平台发就行了 就是这是没有反的纠纷的 因为他没有独占的协议 Distrokey大家去看一看 大家可以看一看 大家可以先去注册个账号 然后再看看我旧的视频 然后往后再发一个新的系列视频 绝对不是坑 因为我你大家知道 其实现在这个粉丝的用户数 还是有不少商家跟我合作的 合作是干什么都有 对我都挺气泡 可能会推了 我肯定只是 包括Distrokey 其实人家没跟我合作 只是说我真的觉得大家 国内这些音乐员需要一个国际的平台 可能你的音乐在大陆上 国内并不好 但你在国外 比如你在美国 或者澳大利亚 菲律宾 在这一国家 他可能有很好的听众 但是你要只在网易 可以说这些什么酷 这些音乐的软件平台上 那只能国内的人听 对不对 为什么不去往国外发 而且是我刚才说了 这个版税 版权 都是你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我的平台 然后一定要注意 你的版权 天然被轻易交出去 你轻易交出去 咱们说你交出去 给你一个亿 对吧 你可以考虑考虑 对吧 我真是说 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完全改变 权有自由了 也可以 但如果还没有到那个水平 那就大家深思福利一下 好吧 这就是我的一个 音乐类瑞评 是好久没更新 音乐类的瑞评的视频了 OK 拜拜 喜欢的关注 感谢您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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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